二爷 你放心吧 连生啊 和丫头们去娘娘娘收香去了 家里这会儿没人 给我站住 你不是出去了吗 咱们又回来了 皇姐 我给大少爷皇姐 你都看见了什么 没看见 什么都没看见 真的 真的 真没看见 我年轻的时候 庙里的师父给我补过一瓜 是我这辈子最犯忌讳的 就是七月初七的女人 我这一生啊 就认识两个七月初七的女人 一个已经死了 戴能力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也不会乱说话 我现在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别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不认识 周静心 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 我也会记住的 知道吗 我记住了 我一定会记住的 还有 有 听说你那个舅舅 已经五十多岁了吧 大奶奶 您放心 我觉得不会乱说话的 我也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要是乱说话 你就割我舌头 滚 她不敢说的 我会看好她的 芸奴 我们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 我们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会被孩子们发现的 今天是给周静心发现了 如果有一天 给五生或者是连生 我说过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今天是我的疏忽 我以为他跟大伙却妙了一个娘上香 谁知道他中途回来了 我错了 我不想再这样偷偷摸摸下去 我不想再偷偷摸摸 过日子 我偷偷摸摸了一辈子 现在我老了 我不想带着秘密过日子 我是人家的爹 是 你是人家的爹 可我还是人家的娘啊 你不想偷偷摸摸过一辈子 你以为我愿意偷偷摸摸过一辈子吗 为了你 我想跟一个我不爱的人 我这一生还求过你什么 我跟你要求过什么 我就要求这么一点点安危 难道都不可以吗 不可以吗 这严物还活下去干什么呀 不可以吗 我是担心你 如果我给人发现 对我真是来了 你怎么以前 在哪儿 娘 没你说话的份 听要回家的时候 他已经染病 住口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老大 是被你们气死的 如今 此生的孩子都有了 你对得起老大吗 你们对得起老大吗 门风不正 乱我血纵 这是陈塘的罪过 娘 您就 您就饶了我们这次吧 龙家 容不下这个下贱的女人 不会的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我一定不会的 我不会让这件事情 威胁到你的 你放心 丁月 我不能没有你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啊 龙大奶奶 今天是龙二爷说的吉日 我是来拿静心的卖身器的 三儿 给他 这 这生意咱不做了 少爷 静心这丫头啊 跟咱们家楚楚感情来了 这样让她走还真舍不得呢 感 感情 钱你拿走 人我留下 她签的是死器 这一辈子都不能离开龙家 大奶奶 龙二爷呢 龙二爷呢 我要见龙二爷 龙二爷 在这个家我说了算 如果你嫌钱少的话 我还可以去凑 我 小三 送客 你们怎么能这样 走 你们怎么能说话不算数 走 我要见龙二爷 快搂你 龙二爷 走 龙二爷 走 龙二爷 见不到龙二爷 我不会走的 走 龙二爷 谁我知道 你们认识想什么呢 大小姐 大小姐 上次你不是叫我龙连生吗 有事吗 有啊 你忘了 上次我让你帮我绣的东西 你还没绣完呢 你是不是以为 从此以后你就不用再跟我打交道了 不用再帮我干活了 不用再听我使唤了 今天来 是想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你不能离开我们龙家了 什么 我大娘想来想去 觉得 还是应该把你留在身边比较好 所以特地让我来接你 你面子不想啊 周庆心 大奶奶 你 大奶不会放过我的 不会放过我的 我倒是不明白大娘是怎么想的 我倒是不明白大娘是怎么想的 连我爹都不说什么了 我真奇怪 生活真是有意思 你看 这回咱俩 又要在一起生活了 走吧 我的大少奶奶 我再来 龙儿爷 我知道你在家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你给我一个解释 龙儿爷 龙儿爷 鹤普 鹤普 你不要怕他 我不会让你回去的 我要找龙儿爷 他答应过我的 鹤普 别再闹了 把亲爱的钱都还上吧 我愿意留在龙家 我的时日 你不要为我费心了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会愿意呢 愿不愿意重要吗 我们改变不了事实 我知道 你怎么会愿意呢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会愿意呢 这一次龙家 是不会放我走的 都是我自找的 出了什么事 是不是你 真的不是我 是我大娘和我爹 改变主意了 龙儿爷 鹤普 龙儿爷 你回去吧 我爹这回真的改变主意了 你要是在这儿闹下去的话 我大娘又要发脾气了 你又该吃亏了 我爹这儿 这儿了 我爹这儿了 你快点背账 我爹这儿怎么在这儿 这个 abajo里 我爹这儿 但你已经进了我们龙家 就没有出去的道理 我想过了 还是把你留在我的身边比较好 如果你安分点 我会对你好的 你赶紧 我快看 在什么时候 在公主 大侠爷 小翠儿 小翠儿 上坟的东西都备齐了吗 备齐了 大奶奶 要仔细点一样都不能少 知道吗 是 来 放好 娘 这么一大早要去哪儿啊 你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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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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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所以每年她的忌日 我都去给她上坟 免得她坟前太凄凉 还有 儿子 娘要跟你说一句 你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收收心了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应该关心一点 你二叔病刚好 别让她太操心了 还有 别老往姬善堂跑 田庄当铺也是咱们家的产业呀 交给管家管也不是个事 妈年纪也大了 将来这些都是要交给你的 多上点心 小翠儿 我们走吧 是 小翠儿 跟我去药行吧 我娘出去了 药行我才会回来 我家庭 我家庭 我败有 我家庭 他家庭 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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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刚才从府里出来的那位少爷是谁啊 那位啊 他是龙家的大少爷 长得一表人才 只可惜有点傻 傻 人人都说 龙家那么大的生意 他都不闻不闻 只喜欢求医问药 若真是行医救人 倒好了 夫人您说什么 没什么 离这座阴气沉沉的宅子 越远越好 快走吧 好了 没事了 都去忙吧 是 是 景欣 会写字吗 那你以后呢 就帮忙 登基药材 翻晒草药 每天早上呢 就跟我来这里 给这里的大夫帮忙 大少爷 怎么了 我来药店 大奶奶跟二爷他们同意吗 我娘那边你不用担心 你既然回到龙家 就是我房里的人 我说了算 我娘为什么突然间又改变主意呢 我听他们说 说你那天闯进来说要还钱给我 是 我虽然穷 但我也不希望你以这种方式来可怜我 我不是可怜你 我是看到你绣的东西 还算不错 我本来呢 是要你帮我多绣点东西的 不过你现在既然回来了 那就算了 大少爷 你要是喜欢什么 我可以绣给你 怎么了 你不愿意在这里帮忙 宁愿在家里待着干活 不是不是 我来药店里帮忙 我高兴还来不及了 可我只是担心 我担心大奶奶不愿意让我出来 看来我这个大少爷在你眼里 一点地位都没有 就连差使一个房里的人 还得请示我娘 我是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回到龙家 不开心吧 我不骗你 我不开心 我以为出去以后 一切生活都可以重新开始 我在龙家绝望 没想到 出去以后一样绝望 我只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挣口饭吃 可是 可是 我告诉你 你现在 就是凭自己的双手挣饭吃 从现在开始 你就在鸡肾堂干活 把自己的饭钱挣回来 你真受不了 你以后 你绝对一切 凯羽 这些是 店里却燃烧 我让他过来帮忙的 他 不是离开你们家了吗 我娘又改变主意了 把他留下了 你先查那边的吧 武生 不然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只是有些心烦 想找你聊聊天 可以吗 可以 走吧 好 还记得吗 那年中秋 我们一起在这河边放荷花灯 每盏灯都是我亲手做的 很漂亮 不过是九盏 每一盏灯上的字 都是我亲手写的 而且每一盏灯上 都写着你和我的名字 九盏代表长长久久 只可惜一切都成过去了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吗 怎么 你我如今都这么见外了 真是物是人非啊 静心不能属身 和你有关系吗 如果你是帮官后蒲来问这件事的话 那你告诉她 我龙武生名人不作暗事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娘做的决定 至于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随便问问 不过 官后蒲不惜一切代价 替静心借钱赎身 突然你们龙家又后悔了 我想她肯定会很难受 你还真替她操心啊 我们是朋友吗 朋友 男女之间有什么朋友 那你和周静心呢 她是我房里的下人 就这么简单 你想说什么 问问嘛 普尔我告诉你 那个官后部心机太重 你千万不要上他的道 知道吗 你担心我啊 是啊 为什么 朋友嘛 我 你怕我吃了她的亏 你看我妹妹你就知道了 武生 我觉得你不该这么说后蒲 后蒲只要答应连生 她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也不会得罪你们龙家 可是她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甘愿被众人破骂 也一定要有骨气地 堂堂正正地做人 我 对 女皇上 你这是我 难求的 很容易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婆娘 你不想问问是谁吗 我 我 铺儿 怎么 我很感谢你 当时没有答应我 什么 就是 就那个 我要你跟我走那件事 幸亏你没有答应我 这件事上你比我冷静多了 当时如果我走了 家里还不知道 会乱成什么样子呢 二姐以后毁了你 毁了我 是啊 我们之间并不是爱情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是唯一一个 肯听我说话的人 我当时以为 这就是爱情 你刚才还说 男女之间 没有什么朋友可以 是的 我们之间既不是纯粹的爱情 也不是单纯的朋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因为后仆吗 跟她没有关系 我们家出事以来 我就好像 突然间一觉睡醒了 明白了很多事情 也重新判断了很多事情 你爱上朱锦馨了 不 不是 家里出了这么多事 我没有精力去考虑感情 普尔 我希望 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家 只要那个人 不是关后谱就行了 谢谢 谢谢你替我考虑这么多 恐怕这还不是你的责任吧 看来我今天来错了 对了 我一好心替你考虑一下 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姑娘 只要不是你家里的下人就好 还请你也是 这也不想是你家里的 更難适的 你你会在九十三 你也太阳蜜蜜蜜蜜 你像那样我 那么便宜 方大夫 方大夫 不管刮风下雨 每年的今日 我都会到这儿来祭拜你 不要怪我 要怪 只怪你太多管闲事 不过 我能为你做的都做了 我为你修了墓 建了坟 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做了 你就好好安息吧 大家享受了枪 不可以 也不必 也很厉害 可是谁 你受尽药 就是这个佛 叽药 如果你给你 这箱都断了 算了算了 别点了 反正我们也尽力了 走吧 走走走 小翠 你看后面那个白白的 是人还是鬼啊 大奶奶 是人吧 如果是鬼的话 她大白天不敢出来啊 快走 快走 你看仔细了没有 我哪敢看仔细啊 从背影看哪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太像了 简直太像了 就是当年 放熊翁的老婆 莫非她没死啊 不可能 当年下人们亲眼看见她抱着孩子跳牙的 那个牙那么深 必死无疑 可是当年也没发现尸首啊 这世界上就怕万一 万一 我还就不怕那个万一 小三 大奶奶 三爷出去办事了 还没回来 她回来的时候 叫她立刻到二爷房里来一趟 是 是人是鬼 看见了就明白了 是鬼打鬼 是人 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 得到可不得了 这件事 大德尔 是啊 因此 这番公公的 人都在废宣 你怎么会有点 现在才是到家的时候 越南之中 别打 connections 现在只是看到家华 老97 7 正在我是一个 shiny 你还在我的家 不穿了 恭喜 恭喜 大吉大利 多谢普尔小姐 你知道我的名字啊 说了不怕小姐见怪 我初来乍到跪地做买卖 对这镇子上的事情 多少也得打听一二 更何况你我还算半个同行 今后还请普尔小姐 多介绍些店里的客人 来光顾我一个人 到时候我一定优惠 好的 请问夫人贵姓啊 免贵姓万 惠兰是我的名 那我就称呼您万老板吧 客气了 早就听说普尔小姐 知书达理聪明能干 是这镇子上有名的才女 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过奖了 对了 小店过几日要宴请宾客 还请普尔小姐来光临 一定一定 听说万老板是从南洋来的 对 怪不得衣服样式这么好看 这方圆极里 有哪家裁缝店能够赶上您呢 不愁生意不好 借你吉言 到店里坐坐吧 普尔小姐 来 就是她 就是她 有什么新的消息 马上告诉我 大奶奶 二爷 我打听过了 那个店面 是咱们镇上吴家的老房 几个月前 一个从南洋来的人 把那个店面给买下来了 说是要给他们家太太开店做生意 南洋 有谁会大老远的 从南洋跑到咱们这个小地方做买卖啊 那个买房的说了 他们家老爷是南洋的一个大富豪 娶了两房太太 这个老爷突然得病去世了 留了两份遗产 这个大太太和少爷继承了南洋的产业 这二太太呢 也没个一男半女 分得又少 加上受那个大太太和少爷的挤兑 就想把所有财产拿回家乡过日子 对 她就是从咱们镇上去的南洋 她叫什么名字 姓万 叫万惠兰 可是我们镇上没有姓万的呀 她父母也不是咱们镇上的人 是从别的地方来咱们这儿做生意 那一年她年纪还小 不记得老家在哪儿 她只记得随父母是从咱们镇上去的南洋 你跟姓吴的交代过了吗 二爷 大奶奶 您放心 我都嘱咐过那个姓吴的了 不让她多说话 平常多留意一些 有什么情况 马上报告给我 你先下去吧 大奶奶 这世界上 大奶奶 会有这么巧的事 就说像吧 也不能像成这样 难道是男生姐妹 可是我了解过他们家 她只有一个女儿 我总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 无论她的来历背景 都和当年的馨儿毫无相似 和方家也毫无关联 但是如果她是馨儿 她的声音 她的谈吐 就是想变也变不了啊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我亲自去瞧瞧不就明白了吗 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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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大娘想去做几身衣服 你陪大娘走一趟 不去 干吗不去嘛 年轻人闷在家里干什么呢 走 出去散散心 走吧 那您这边选料子 我们尽快给您做 好 谢谢啊 馨儿 没想到方家遭这么大的难 伸壹 派行 你今天ус临了 我怕你 说你现在 сказала 就不做你了 一定的便宜 他自己花了 怎样了 来一会儿给您量量 夫人 您请坐 夫人 请喝咖啡 好 谢谢 您请啊 好好好 谢谢啊 不好意思 对了 老板娘 你和我一个过去的故人长得很像 连讲话的语气都一样 是吗 您是哪儿人呢 怎么会来这儿做生意呢 老家记不得了 小时候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 后来随父母去了南洋 南洋 南洋可是个好地方 热闹又繁华 老板娘怎么会想到 来这个小地方 开店做生意呢 中文字幕志愿 本来就轻入一家 爱情吗 每个人都想去拿 拿的几个油油 几个囊房的下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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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